想象下如果自己被困在百米高空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今天两位主角贝基和大美算是深切体会了 那俩人为什么非得作死爬到这么高的信号塔上呢 这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那天贝基和男友小丹还有大美 三个人相约一起去攀岩 本来几人一路上有说有笑一切都挺好 但是小丹在攀爬过程中突然碰到一个巢穴 从里边突然冒出一只鸟 小丹直接被吓得掉落在半空 随后因为卡扣没有扎稳固 直接掉了下去 就这样还没出场几分钟小丹就领了盒饭 而男友的死亡给贝基造成了不少的心理阴影 接下来一年都过得非常消沉 终日戒酒消愁 父亲非常担心贝基情况 时常跟随在贝基身边 这反倒让贝基觉得很烦 脸人见面没说几句话就不慌而散了 回到家贝基心情越发糟糕 甚至打算直接吞药一了百了 但此时自己朋友大美突然联系了自己 就先搁置了自杀的计划 这个大美性子很野 没事就喜欢各种旅行各种找刺激 平时还会发个抖音什么的 这次找贝基是想到他一起去排一个电视信号塔 说是贝基都这么久了还走不出来 刚好借这次机会 爬到塔顶把男朋友骨灰一洒 和过去刚好告个别 这个事就算是翻篇了 贝基内心本来是拒绝的 因为自从上次那件事过后 就对网络处罚很有阴影 但第二天起床 看到男友和自己的合影 心意横还是决定答应大美 和他一起去征服高塔 两人随即动身前往信号塔 经过一天时间 晚上终于到了信号塔附近 这里电影留了一个伏笔 就是贝基手机这会儿没电了 大美教他了一个好方法 就是直接拔下灯泡 把插头插到灯座上 竟然真的可以充电 不过大家平时还是好好的 别轻易尝试的好 注意这个技能他们之后会用上 第二天一早 连人就迫不及待的前往信号塔 在附近连人还看到一只突救 正在啃尸一只鹿 看来美国西部也是够原生态的呀 注意这个突救之后也会帮到女主 不过得到最后才能派上用场 这里先留一个悬念 这年轻人胆子就是大呀 来到信号塔后直接往上爬 大美比较猛一直冲在上边 背基稍微能慢一些 紧跟在下边 往上爬的途中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因为这个信号塔年久失修 风吹雨淋的 有些地方本身螺丝就有些松动 再加上大美手比较健 非得吓唬吓唬背基给摇了一摇 直接把几颗螺丝就给摇掉了 就这连人还没觉得有啥 继续往上爬 一路爬到塔顶最上面的小平台 上去后连人如愿地拍了视频 也欣赏了高速的风景 算是爽了 玩够了后 背基拿出男友骨灰把它给撒了 此行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一切结束后 两人重新系好安全绳 准备返回地面 谁知背基刚下去了一步 爬地就因承受不住重量 直接散了下 幸亏大美反应快抓得牢 否则两人都得凉凉 随后在背基惊呼声中 大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又把背基拉了上来 两人上去平复了一下心情 随后拿起手机 发现这里太高竟然没有信号 看来直接交救援算是没戏了 随后大美又翻出了 上面的望远镜和一个信号枪 算是增添了点生还希望 大美觉得 也许把手机再往下放一放 就有信号了 但经过尝试发现 他们绳子太短了 这么做完全就是徒劳 随后大美又想到一招 就是把手机放到鞋子里 加入一些缓冲东西 垫一垫扔扔下去也许就行了 随后就把中游手机的鞋子扔了下去 两人顺着往下看 发现竟然有一个过路的人 底下这个狗子倒是比较机灵 发现了动静 但是这个男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两人一看这救命机会 可不能再错过了 于是就把自己鞋子往下扔 希望引起男人注意 但这个男人一家跟没往这想 即使看到鞋子后 还是投也不回的走了 于是两人打算到了晚上 才发射信号枪 再看能否引起他们注意吧 但晚上让他们更加惊喜的事情来了 这俩男人看到信号枪 也确认了他们存在 就在俩人以为 自己马上就要豁救了的时候 这俩男人不仅没救他们 还把车给开走了 这就扎心了 俩人此时绝对非常后悔当初的决定 但是这时说什么都晚了 晚上俩人在塔顶聊天 背机无意中发现 自己闺蜜竟然和自己男朋友之前出过轨 这让背机之间有点无法接受 尽管大妹给背机道歉 但背机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这件事也为后续的危险埋下隐患 第二天因为许久没喝水 俩人渴得实在不行了 想起了昨天掉落在天线上的包 因为背机腿受伤了 就只能大妹下去拿了 但因为绳子长度有限 还差了一点 大妹决定冒险荡过去 好在有惊无险 大妹成功拿到了包 赶紧喝了一口水补充下水分 但之后如何上去撑了问题 好在大妹比较机智 想起来用自拍盖把包勾住 然后自己再上去这个方法 试了一试这个方法果然能行 大妹奋力一跳过去抓住了绳子 接着背机就在上面使劲拉 但就在快要上去的时候 大妹的脚不小心滑了一下 人直接掉了下去 这一下子把背机吓得够呛 但外界的是大妹竟然没事 在最后时刻竟然抓住了绳子 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能主角光环太强了吧 随后背机将大妹拉了上来 这下可以再一起继续想办法了 两人想用无人机飞到不远处餐厅求救 但刚飞出去一会儿就显示电量低 这就体现了多代一个备用电池的重要性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晚上塔顶的灯让大妹想到 可以把灯拆下来给无人机充电呀 于是第二天背机就拿无人机上去充电 还是老方法先把灯拆下来 然后再把插头插进去就可以充电了 这里可能会有人发出疑问 这个背机腿上有伤 那为啥不让大妹上去充电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之后我们再讨论 经过背机在上面苦苦的支撑 无人机电池终于充的差不多了 充电过程也是挺痛苦 讨厌的突旧还在不停干扰 真是够烦的 下去后背机赶紧遥控无人机往远处飞去 眼看马上就要到马路对面餐厅了 突然砰的一声 无人机被汽车给撞碎了 二次扎心啊 现在留给背机的只有绝望了吧 头顶突旧仿佛已经时刻准备好用餐了 傍晚背机神情越来越恍惚 猛然间他才发现 旁边大妹其实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真正的大妹早在前几天就掉下去死了 得知针线的背机彻底崩溃了 一个人在塔顶失声痛苦 接着又熬过一个痛苦的夜晚 第二天突旧已经按耐不住准备啄背机 这里背机其实是在钓鱼 趁其不被一把抓住突旧就往死里弄 然后就饱餐了一顿 不得不说背机还是猛啊 吃饱喝足后背机又充满了力量 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先是利用绳子来到大美身边 再发了一条短信后 先是将手机塞进鞋子 然后又塞进大美身体里 随后将大美尸体扔了下去 希望这样能够让手机安全到达地面发出短信 果然背机计划成功了 晚上得知消息的父亲急忙往高塔赶去 见到了已经快要虚脱的背机 几天不见的父女俩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电影也到此结束 大家看完觉得怎么样 个人觉得剧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说一下自己的推理 其实大美并不是自己失足掉了下去 而是背机将她给杀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以下几个疑点 首先女主已经得知大美 其实跟自己男友出轨过 对大美是怀恨在心 因为从女主因为男友去世 这么久都走不出来 所以见到女主对男友用情很深 再就是大美下去拿包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其实她是不容易到这个天线那里的 还得用力荡过去才行 但掉落时候却刚好掉在了天线上 这未免有些太准了吧 最后就是女主可能已经想到 可以利用大美尸体作为缓冲 把手机扔下去让自己得救 为了自己活下去这么做也是不无可能啊 当然以上只是个人推断 大家也就全能看一乐就行了 最后提醒生命宝贵 现实里还是不要轻易作死啊 否则万一出点什么事再后悔 可就完了 好了我是小智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评论加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